在亡灵国度每一个死神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只有合格的死神才能上岗执行任务 今天木尾就给大家带来一部萌翻的动画短片 《死神的培训》 这天几大死神来到培训学校 在老师面前 死神们都自豪地召唤出自己的孩子 我们的骷髅死神也不例外 随着他把帅气的斗篷一挥 一个支支毛衣的小骷髅被罩了出来 这一幕着实让大骷髅有点尴尬 随后小骷髅乖巧地跳到座位上 学生都就位后 老师开始在黑板上画出作为死神执行任务的标准流程 随后还变出一只兔子给所有死神小学生做了个示范 完后老师给所有学生都发了一只兔子 让他们实践一下灵魂收割的过程 埃及小死神拿出祖传天平就开始干活 小黑白无常也不甘示弱 三两下做完了作业 只有小骷髅不知从何下手 他看到老爹让他挥五镰刀 小骷髅立马会议 举起镰刀 一顿操作下来 呃居然是给兔子做了个衣服 没有搞错吧 他爸都觉得没脸见鬼了 最后还是老师过来再次给小骷髅示范了正确做法 看着桌面小兔子的灵魂 小骷髅伤心极了 理论课和实践课都已经结束 那么接下来就是实习了 老师把几个小死神安排到了一家医院 在这里老师召唤了一个小女孩的灵魂 他示意让小死神们去抓住这个小女孩 别的死神都已经冲上前去 大骷髅急忙催促小骷髅上前 可小骷髅只是拿出镰刀比对了一下灵魂 随后拿出一块红布开始加工起来 那边几个死神是手段齐出 对着小女孩穷追猛打 这边的小骷髅穿针引线 居然做出了一件小裙子 他爹都看不下去了 这时小女孩一个不留神撞向了小骷髅 这一幕把其他死神都惊呆了 起来了小女孩发现自己居然穿上了一件小裙子 别说还真挺合身 起来了小骷髅说 穿了我的裙子你就是我的人了 乖乖听话我带你上天堂 说着就在其他死神的注视下 成功把小女孩送进了天堂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死神 凭借其精湛的裁缝手艺 让许多灵魂都快乐的进入了天堂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只要你懂得发挥 你就会成为最亮的仔 穆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穆薇 咱们下期再见